大家好 我是港珠 今集跟大家講這個話題 是我自己很有切身感受的 就是究竟英國人如何理解香港人族群 講這個話題 因為我見到鍾建華博士在傳媒有個專欄 有篇文章說英國人如何看香港人及BNO五嫁一 當中提到他自己的觀察 從這篇文章帶出了我自己的經驗 我接觸過的不同的英國人 他們如何看來自香港的BNO 準備落地生根的人 我會和大家分享幾個實例 幾個我認識的英國人 是不同背景不同年齡層 都幾大分野的不同類型的人 不是說這些是代表的人 不是說他們很有代表性 純粹是我覺得他們反映了某些類型的人 而且是我覺得接觸得不少的人 如果各位你們都在英國接觸過其他的英國人 他們對於香港人有些看法 如果大家也想分享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聊聊天 開始之前提提你記得 comment,like,subscribe和share我這個頻道 多謝你的支持 很快講一點鍾建華博士 中國是他這篇文章的主要看法 首先他說 英國人似乎習慣曾經管治過的殖民地 紛紛獨立 或者脫離英聯邦 而他們覺得香港最終就是回歸中國 一般英國人都不甚了了 而他們都覺得一些英國人覺得當年香港被交給中國 其實是沒有什麼負面感覺 而對於這幾年間突然之間因為BNO5加1的移居計劃 而多了幾十萬香港人 暫時應該沒有幾十 不過他的意思就是很多人 來到英國他的觀察 一般英國人似乎都是接受的 對於香港的新移民 他認為一般英國人顯示出來的態度 都是頗為友善的 他也提到他在營議三年初的時候 在一個活動中認識了一些地方議會的議員 他就說這些議員都表示 他們掌握到的數據 因為他們在議會做事 他們說不認為香港的新移民是一個挑戰或者是負擔 反而他們比較同意 這是英國政府對當下香港人應該承擔的責任 香港新移民對英國的社會和經濟也有明顯的貢獻 所以這班議員就說他們會繼續 表明他們會繼續向他們的基層工會 澄清誤解 因為當中很多都是工黨的議員 所以他們與工會的關係比較好 他也觀察到 最近的選舉裡面 並沒有用香港人爭飯碗這個說法 去到動員工會想拉票的時候 都沒有打出這隻牌子 原來有些香港人爭飯碗 也說他觀察 絕大部分的參選人 都沒有利用香港新移民 或者BNO5加1這個政策來大做文章 他的總結就是 香港人實在無需擔心工黨上台之後 會對BNO移居計劃進行大手術 因為剛才說過他認識到接觸到一些工黨的議員 他也觀察到工黨和他們相關的工會 在選舉裡面造勢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說是拿香港人這個議題大做文章 說香港人搶飯碗 還有一些議員跟他說 會繼續支持香港人 所以似乎是無需擔心 當然他也提到有一個注腳 無論如何來到英國的香港人應該自求多福 要自己開拓的新生活之外 還要退入英國社會 就算仍然以香港人自居 仍然以香港為念 都應該自力令自己和家人成為對英國社會有貢獻的國物 既然英國政府和英國人願意承擔對香港人的政治和道義責任 香港人也應該自力不辜負這個機會 這段我覺得說得很好的 大家無論是否還是覺得自己是香港人也好 例如英國是應該融入英國的生活 以及為英國社會有貢獻 別人給你一個機會 其實同時大家知道 讀過書可能也記得有說過 通常 機會是伴隨著一個威脅的 你這麼多人有機會來英國融入到這裡的同事 也可能會有人喜歡你 所以要自力令到自己可以融入這裡 令到這個人對我們都有正面的態度 講到這裡就要講一下我自己的觀察 英國一些人 我認識的鄰居 同事工作上的夥伴 有些客戶 甚至一些社交場合認識的一些人 他們怎樣看香港人 我覺得有幾個例子跟大家說明 他們是很不同的情況 先講第一個 這個人我認為 他是叫做我們叫做 分析邏輯分析派 還有有知識的 他是會完全掌握了 香港和英國之間的歷史 關係 或者他都覺得他有個看法 英國在國際社會裡面 有什麼道義上的責任 人道上的責任 這個人我怎樣認識他 就是在工作上接觸到的 他是某個機構的一個中高層 他原來是退役的軍人 他已經去到退休年齡 接近 但他曾經有超過20年的時間 是服役的 在英國的海軍服役 甚至他曾經派住過在香港 有幾年時間 就是他跟我聊天的時候 說了一件事 所以呢 他就是我屬於我所說的那種 就是他對於英國與香港之間的關係 有個背景的資料 有個理解的那種人 我認識他就是因為工作關係 通常我們做事開會正經開會之外 開完會不是說不正經 就是做完那些商業之後 然後我們就會去飲食 或者去吃飯 那次開完會 就去吃飯 大家一起吃飯 就聊聊話題 他知道我來自香港 當時 除了他之外 還有我公司 不止我一個人 有同事一起 他一開始才問我 你介不介意講政治 我不介意 不介意 他開始問我 你來自香港 為什麼你來自香港 為什麼你來自香港 你怎樣看你在英國的生活 你覺得這個生活好不好 你懂不適應 說一些背景的事情 我又不覺得他好像陪我 在茶家宅 大家聊聊天 當然是禮上往來 我聊聊天之後 我就問回他們 你怎樣看 先說你自己 你怎樣看我 或者我們這一班來自香港的人 當然他三個尺寸很小 他看到我 接觸我一個 但其實他不是 他說 原來他本身也是業主 他有收租的物業 他租了給一對 香港的夫婦 有小朋友 就是一家 一家的家庭 叫David 女兒 我忘記什麼名字 他就說 這家人 是他其中遇過最好的租客之一 他這麼多年的放租經驗 還有就是 這家人都在這裡 很開心 不過好像他們 後來因為 有工作 有人請他們 好像在Chambridge 所以 於是他們搬走了 這個題外話 但言言之中 他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認同 就是 英國 是 有時 可以伸出 一個 友誼之手 他給一些地方的人 如果地方的人 覺得他們想住在其他地方 是好過 在他們原居地 可能那種原因 原居地 並不需要他們居住 或者他們尋求更加好的居住地點 英國政府 其實是應該開放大門 而 第二個 就是 香港是相當不同的 因為香港和英國的關係 因為他曾經在香港駐守過 他作為一個英國海軍 他曾經在那裡服役過 他也說 他熟識一些香港人 他接觸過一些香港人 所以 對他來說 他會覺得 就是 他明白香港和英國有深厚的關係 深厚的感情 不是忽然之間 我們就變了 人道主義L 就說 我們要支持一些什麼人 什麼人 不是這樣的 他覺得 香港是零射不同 所以他真的這樣跟我說 他覺得 所以香港人 有自己的一個 特別的移民計劃 可以來英國 他覺得是 有歷史的原因 無論你跟不不同意 也好 是有一個原因 不是 無緣無故 一個任意搞出來的事情 背後 為什麼 有一個BNO的計劃 那些人可以來到英國 5加1 就是因為 跟英國本身 有很豐富的淵源 大家有很密切的往來 甚至曾經 有英國去管治過香港 這就是他的看法 所以他說他很正面 他覺得很正面 沒問題 你們香港來到幾好 對吧 為什麼不讓你們來呢 他覺得沒問題 沒有限額也沒問題 沒有上限 他接收 他覺得OK 這個可能是他 因為很熟悉這個歷史 所以他會有一個 這樣的看法 這個就是 我想舉的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 我想舉的一個例子 就是 都是工作認識的 這個人就是一個 NGO的頭 有一次也是 做完事之後 開完會之後 大家就去飲飲 那樣 又是 說起 原來你是來自香港的 然後 我也是問他這個問題 當然就是 你怎麼看香港人 他又大氣先 他又說一下香港 他對香港的理解 這個人他以前沒有去過香港 所以他不是那種 對香港和英國之間的歷史緣 有些了解 他純粹就是 一個普通英國人 他呢 就說了一樣 我覺得是叫做 我認為是叫做 冒實派 的類型的人 他可以反映到這種的觀點 就是 我覺得你對香港人沒有問題 你們這一班人 有很多是帶著一些技術 一些能力 是英國需要的 首先你們英語能力 有基本的水平 不會很差 第二就是 你們有很多人從事的行業 都是英國需要的 例如 你們有人來做護士 他自己有接觸過 你們有人做醫生 你們有人做工程師 你們有人做教師 這些人呢 你會做各種各行各業 都是英國需要的人 來的 我不需要 即他真的這樣說 我不需要對你們 有一種主觀的看法 我只需要 好客觀地去 提一件事 就是 你們是不能夠為英國社會 帶來任何的好處 是一些我們想要的能力 想要的技術 如果是的話 為什麼我們不開放大門 給你們來呢 如果沒有了這班人 英國人的生活 會不會比現在更加差呢 例如 我們是圖商圖長的所謂白人 我們用這個 有種族上的分隔的說法 就是white British 很多醫生都不是white British 如果不是有一班新移民 做護士做醫生 沒有了這些人 你英國人在NHX等候時間 是不是會更加長呢 我覺得他是在務實角度去看的 他不是對香港特別有感情 他不是特別去支持新移民 他只不過是覺得就是一個買賣來的 我們需要人 你想有一個地方 另一個地方的定居 甚至是公民身份 那為什麼大家情投意合呢 好像交換條件一樣 還有一種我會叫做社群類型 社群派 他們很著重就是那個社區 那個社群 是不是受到這班人來到 會變得更加好 還是更加不好 文化整個氣氛 是不是好 這個是來自一個 我接觸到的 在社區裏面 我們可以這樣叫 C line的形容 但他不是負面的 有一次就是聊聊天 他就說 這裡開始多了一些 我們社區多了一些香港人 我說你怎麼看 他說OK 大家都友善 大家都有小朋友 你們香港人的小朋友 我們也有小朋友 那些公園都會一起玩 我覺得 你們來到社區裏面 多了一種人 而是一種友善的人 OK 沒什麼問題 我又問他 你是不是遇過一些不是的 他說是的 他說以前住過另一個地方 另一個社區 他說有些地方真的不是的 有些地方 無論是新移民還是好 不是新移民也好 你發覺這些人 沒有什麼往來 不太友善 他會覺得 大家就像國家自掃門前說 大家就是想好自己的事情 不會跟其他人有些輪舍互動的交流 那麼他覺得就是 如果是這樣 他會住得不舒服 但是反過來 在他現在住的地方 即是我住的地方 你們香港來到 其實是豐富了這裡的生活 他著重的就是 第一 負面的印象有沒有 他有沒有被disturb 他的原先美好的生活 有沒有被破壞 這是一種看法 第二 他就覺得 你可不可以令到他的生活 他在這裡本身的生活 是覺得更加開心 你是令社區裡面 更加多了一種 開心的氣氛 你是否融入到這裡本身有的那種氣氛 那種文化 這個也是他覺得很著重的 他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這種我清楚是社區派 或者是社群 或者是倫理派 他們很著重的就是 究竟你是否融入到 你融入到的話 他一定歡迎你 那是否完全沒有負面的呢 不是的 一定有的 我舉了一個例子 林杰美今集以前舉了一個例子 我做事有遇過 有一次是有幾間公司的 一起合作了一個project serve 同一個client 有人就是聊起 其他合作夥伴 知道原來我來自香港 他有點驚訝 他就說 你在香港為什麼你可以來這裡做事 你有本地的資格嗎 你有本地的經驗嗎 他只是問這個問題 可以出於好奇 但從他的表情 從他的語氣 我感覺到他有一點點 我不敢說是迫意 但他有一點點 就是為什麼你可以來做多一些 這類工作 他以為這些工作應該是 本地人比較勝任的 一個沒有本地經驗的人 為什麼你可以來這裡做到事呢 為什麼你可以有權在這裡居留呢 於是他又甚至再問我 他說 你們是否可以有 citizenship 是否可以有永久性居留 我說是呀 五年就可以申請有IRR 另外再多一年就有 citizenship 然後他又會說 為什麼英國政府會提供這件事給你們呢 五年就可以在這裡落地生根了 他也是 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這種問法 就算不是 戴著惡意 絕對都不是善意的 他是真的會覺得 為什麼英國政府會做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英國政府會開個門 給你這幫人來到呢 這就是他的態度 他甚至很彼立出來 他問了 他會說 為什麼英國政府 他真的這樣問 為什麼英國政府會給你們來呢 於是我又說回那些背景 就是那些歷史的淵源 英國和香港之間的關係 之後聽完之後 就覺得 開始明白多一點 確實呢 因為英國以前有其他的殖民地 有些人後來都是被提供了 這個叫做公民身份的機會 反而香港還要五階 以前有些英國的殖民地 有些人是可以直接拿到BC 我上次解釋給他們聽 當然我解釋給他們聽 就不是說我自己適合 你英國應該是開放的大門給我 我當然就不是這樣的態度 我純粹覺得 就是可能 英國政府肯給我們來 可能就是因為這些原因 因為 就是歷史的因素 還有他們覺得 那時候的香港人 他們願意開放的門 給一些想離開香港的人 可以有另一個地方落腳 另外也不排除 我說不排除 我們不可以 rule out 可能性 就是因為真的 英國也覺得 香港人是有他們需要的東西 所以就開放這個門 於是就讓他們來 但是從這個例子 你就看到 其實有些人 對於政府的決定 是有質疑的 他們未至於說要去到 港人罪區的地方 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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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蘇聯 但是他們都會奇怪 為什麼英國這麼好死 英國政府 為什麼會讓一些人來 做一些本地人 本來可以做的工作 是不是會拿了我們職位 會有這樣的提法 但是 正如 最開始 我引述 中國時所說的事情 我覺得 關鍵位就是 你是否願意融入 這是一個機會 大家看 一個挑戰 如果你是 願意去到付出 去到真正正正 成為本地的人 的話 這裡的人 都是會歡迎你的 你心裡面的身份認同 是很重要的 別人會感覺到的 正如你跟別人聊天 有沒有禮貌 你心裡面是厭惡一個人的 你很言談之間 自然會有些厭惡的感覺 出來的情緒 的神情 對方會感受到 一樣的 如果你本身 真的是你 是喜歡這個地方 你喜歡這個地方 所以留下來 不是一本護照那麼簡單的 這裡的人是感受到的 我相信是會 他們會覺得 你是願意成為這裡的人 他們都會 容易一點 這麼說 這個世界總會有些壞人 但是 多些人會容易一點 願意包容 以及 擁抱你這幫香港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你可以說我天真 你可以說我傻 不過我覺得 真心我覺得真的 由自己做起 自己真正正 善用這個機會 去到 跟本地人 多些交流 嘗試過一個 英國的生活 而不是一個 旅居英國的香港的生活 我相信 你就會容易被其他人接受 會有正面的看法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以上的說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多謝你收聽和收聽今集的節目 記得comment,like,subscribe和shar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